發出緊急警報聲的大型氧氣槽 放在醫院外面 現場拉起封鎖線 氧氣公司人員趕緊將氧氣 補充到正常值 26號晚間7點半左右 台中無期銅綜合醫院 警報器突然響起 氧氣供應壓力不夠 我們醫院的那個氧氣管路 因為有洩漏現象 那突然有造成一個 壓力下降的一個警報 各個護理站 或是像我們急診室的單位 隨時會有備用的消氧氣筒 急診室手術室家戶病房 靠呼吸器為生的病患 出現缺氧危機 同時進行手術 因為已經是晚上了 大概已經剩下兩三位病人 而且都是接近完整 所以這部分 對手術中的病人 並沒有造成影響 第一時間院方趕緊調動 所有氧氣瓶來支援 幸好沒有影響到病患 不過醫院靠呼吸器 維生的病患上百人 缺氧時間只要一兩分鐘 都有可能出現致命危機 如果再發生意外 還得靠醫護人員 這樣手動安裝氧氣瓶 讓病患和家屬都無法安心 記者宮玉德 聯員兵 林佳穎 台中報導